37A之後呢 我會一樣要處理 好 你稍微等我再跟秘書研究一下 這個 現在我馬上有一個裁決 我馬上有一個裁決 就是對於剛才馮檢基議員的39 如果用我的 我再問馮檢基議員 你再重申你的題目 是 是不是一個休會 多謝主席 是不是休會的動議 我是 那個議程 案39條 是要求那份文件終止代作 主席我把那份文件讀一次給大家聽 因為你彈回給我 為了化解政府和民間 就新界東北發展意見的分歧所帶來的政治危機 23名泛民議員 在6月17日星期二 曾經聯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主席國下 要求押後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申請 讓社會有更多時間溝通互動 藉著對話化解矛盾 而非將矛盾激化 就此泛民主派的議員 在6月18日分別和新界東北的村民和主席國下開會見面 希望得以作為僑良締造溝通的機會 村民代表其實是展出他的善意 是說明他們不會再衝這個立法會 代表也希望負責的官員能夠直接和他們討論這個事件 而國下昨日也和我們泛民議員開會 表示發展局陳茂波先生已經答應了下星期和新界東北村民會面 由於下星期陳茂波局長將會與新界東北村民會面 透過溝通能夠化解這個危機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現時表決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的不是合適的時間 因此今天財務委員會的討論 提問股東北新發展區和粉嶺北新發展區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我是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39段動議是終止上述的工程議程文件 FCR-2014-15-2和PWSC-2013-14-38的討論 先處理了其他民生相關的撥款申請 主席我這個動議是基於這個禮拜裏面 是相當多的突發激發和雙方不同的情形出現之下 而出現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可能性 就是下個禮拜是可以幾方面坐下來談 而這個談的方式我覺得是最好化解現在的社會矛盾 我希望今天的投票是會更加激化現在的情況 而只有能夠停一次等下個禮拜先談就會最有幫助 所以我這個優會待續的辯論 其實的討論是基於這個新情況和上一次的情況是完全不相同 主席 現在我會交給秘書再對你剛才的一些安排 再一些解釋先 是 秘書 可能剛才我說得不清楚 其實馮檢基議員簡單來說 你是動議本會延職優會 就不是動議終止份文件 請大家靜一靜 現在我亦都請法律官再給一些議題 請大家靜靜 現在我亦都請法律官再給一些議題 請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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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顧問 主席 容許我看看可否協助到委員會去了解第三十九段的程序應用 剛才秘書都緩引了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 那個規定簡單來說就是當有一個議題已經在同一個會期被否決的話 是不能再提出的 在三十九段來說 頭一句其實有兩個終止待續可以用的程序 第一個就是就討論的議程項目終止討論 如果是這個通過的話 議程上如果還有其他項目 那些餘客上來討論的議程自動上來 但是呢 因為 剛才已經解釋了 這個議案 這個就討論項目 終止待續已經在裁委會的會議處理過 其實按議事規則規定 和按過往的一路裁委會在這方面的行事方式 這個是頗明確的 在2009年 處理這個高鐵撥款的時間 在當年的十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 就住終止待續這個議程項目的議題 是有辯論和最終是否決的 接下來 在2010年1月16日早上九點鐘 是有另外一位委員 是就住同樣的議程項目 是希望可以提出終止待續的 當時的財委會 都是經過討論之後 大家都同意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同樣的就住議程項目的 終止待續的議案 是不能再上的了 主席 這就是給大家的委員參考 和先前的財委會行事方式 再補充 就住 剛才我講的三十九段 終止待續是有兩個部份 這就是處理了第一個部份 關於這個所謂就住 討論的議程項目的終止待續 另一個就是休會 整個會議休節 去所謂終止待續 那那個後果呢 就是當天的處理的議程 議程上面的項目呢 都如果通過那個議案的話 是同時都會終止 因為那個會議被休會 那個議案是休會的 多謝主席 是 好了 這裡給馮檢基議員 你簡單澄清你實在是哪一類 剛才秘書 法律顧問說了 主席 我是終止待續 這個議程就不再談 下面的議程拿上來談 第一 第二 我這個解釋 我自己的意思 但我要秘書和法律顧問要澄清 因為秘書剛才提過 他講完之後就說 最後究竟批不批 這次可以終止待續 是主席的權 法律顧問只是講出一系列的歷史 這系列的歷史可以在這次 如果主席你實在有這個實權的話 那個問題是在主席你的判斷和決定那裡 如果主席你說這次 對不起 歷史還歷史 歷史就是因為以前沒有新的情況出現 沒有很多理由 很多不同的理由 你當時的主席是決定 是不批 但這次是很清楚有一個新的形勢情況 而這個新的形勢情況是主席有份幫忙替造出來的 你知道整個過程是同一個禮拜之前 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個是不是應該可以由主席你判斷呢 就不是跟法律顧問那個所謂歷史 而是跟秘書處所提的主席你做判斷 好 現在的權在你那裡 好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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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間我亦都逼一逼 葉國賢議員 你是不是有 你不是想 好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意見 在這個 暫住在39 這個項目裏面 是需要解決的 所以我會表達 既然 既然 同類型 就 秘書已經講過 法律顧問已經提了 是應該 應該 參照我們行事規則 是不能夠 不能夠 再會在 同一個 項目的委員會 裏面我們繼續討論 但是 馮檢兵議員要求 我 作出一個 額外 所以這一點 我必須要跟秘書 做一個簡單的 研究一下 怎樣處理 比較適宜 稍微等等 不需要休會 我可以再休息 這樣 我已經很簡單了解 如果用項目方面 我們不能夠再這樣處理 但是如果你作為整個會的休會 我會給大家一個機會 辯論 你作為休不休會 你這個目的是一樣的 就是你能夠將 我已經了解了 但是我們做不到的 你等等 我請秘書再補充 為甚麼情況 主席 正如法律顧問 剛才說 高鐵的項目 甚至只是新界東北這個項目 其實委員先前也就著同一個項目 已經過了這個項目的終止討論的議案的時候 再次提出 主席已經裁決了不容許 這個已經是先前的 至於剛才說 根據39條 如果委員會是動議休會 其實是試過 是之前 在最上兩次會議 都有不同的委員 根據第39段 提出休會 當時主席是在 陳偉業議員 在早兩次會議做完之後 也批准何秀蘭議員 在上一次會議做 所以我剛才說 主席在考慮的情況的時候 是在說休會這個情況 不是在說項目 其他時候 法律顧問 以及在以往的案例 以及在今次 其實都很清晰 在不同的主席 都是作一個同樣的裁決 他們裁決的依據 是參考議事規則 好 我作出一個簡單的決定 看看馮建經議員 你同不同意 因為你這個目的 亦都是想將議程去改變 但是如果用項目 我們剛才已經解釋過 我們是不可能 因為之前有這樣的做法 現在不可能 就算包括用我的權 不可以這樣做 既然是這樣 我一定不會違反了有關議事規則 因為這裡 我們大家都強調是跟議事規則做事 第二 如果你是接受 我們可以做一個優惠辯論 去進行一個程序 如果是得到同意的 我們一樣可以處理 鳳建碧議員 胡志偉議員 胡志偉議員 我還沒叫你的名字 我如果聽到這些情況 我都是很清楚告訴大家 是已經根據法律顧問意見 是當時是怎樣做 所以達到一個什麼的結論 所以我是參考了這些 當時為什麼討論 為什麼得到結論 我相信我已經了解了 剛才所說的整個程序的過程 所以我就會提出現在這樣的建議 我這個建議就是給鳳建碧議員 作為第一個 提出了三十九這個處理的一個做法 如果是接受的 我們就要把你的文字 適當改一改 之後我們會進行一個有關的辯論 是 鳳建碧議員 主席 我要澄清一下 你叫我在文字上改改 是甚麼意思 請秘書和你再跟一跟 如果你馬上在文字上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會進行一個一會辯論 如果是項目 我們是沒有能夠處理得到的 所以我已經解釋了給你聽 看你接不接受 接受的話我們會這樣處理 要不然我們會進入第二個 馮檢基議員 主席 我對你這個問我意見 而是有了立場之後的叫我問意見 其實你要我去做休會辯論 其實我現在講的是忠子代俗 所以我們兩個完全不同的做法 第二就是我真的覺得主席 因為希望你是英明決定 這兩天是你的努力之下 是出現下個禮拜有一個可以大家四方面聚會的 這個是一個新形勢 高鐵那件事件是從來沒有這類似的形勢出現 於是當時的主席要繼續是根據會議常規去做 這個可以理解的 現在面對的不是一個單是我們會議的程序問題 現在面對一個是政治問題 大家要解決這個政治問題 我聽明白的了 我希望主席你去判斷給我們辯論這個議題 作為主席我已經聽了法律顧問意見 秘書處整體的 剛才所講的所有的內容 也都聽了議員對這個39 為什麼提出來的有關的要求的目的 既然是這樣 我也要作出一個決定 我的決定 我現在是和馮檢基議員在研究這個39 所以我現在再講完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希望馮檢基議員 如果是接受剛才所講成為一個 優惠辯論的話 他們處理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我們就不能夠再進行一個處理